这个地方的无状牲室 其实要考虑到就是水保的问题 还有生态的问题 其实我会做一个小小建议 就是说如果说这是路口处 但是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大车会进来 如果你用无状牲的 譬如说透水钻之类来马上做 它很快就被压坏掉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开始以后 可以用透水钻的方式 或是其他就是让鲁鱼方便使用材质 也不会破坏整个景观的 那这个路口处一样 就是说它可以用不同材质来实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厕所如果无状牲厕所做拉丁 无状牲厕所就在那个地方 它整个路径也要是让鲁鱼顺平的 那这个就要跟水保专家研究 哪一种的材质会比较适合 在不破坏生态也不会 让那个鲁鱼保水的问题 产生问题的话 这个就是有应该要寻找 适合的材质来使用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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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